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又來到我們星期二日報的環節 多謝各位的留言 我全部都有看的 我會努力做好些的 有些人覺得我不應該評論 因為技術問題我們做不到像平日新聞那樣 一直有圖像 一直有畫面給你們看 如果我不評論就這樣報新聞 我怕會悶到你們 你們有甚麼意見可以繼續 在下面留言 可以告訴我 我一定會每天都看的 多謝你們 好 那我們先說說今天的新聞 這是一宗 跟進新聞 昨日美籍律師透過朋友 代發聲明說一定會上訴 美籍銀行律師說裁決顯示法官捨棄 基本法律原則 美籍律師說 讓警方尷尬本身就不是一項罪行 如果基於這個理由 就向人民提出檢控 這已經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案件判決後 被告透過朋友發表聲明 指裁決不公 表明上訴 又認為當時自己的所作所為令警方尷尬 因而遭到檢控 聲明更指 被告在警署機留期間受到不公平對待 包括被剝奪 建律師權利 缺乏醫療支援 被告甚至 指控其中一名關鍵證人受賄 聲明表示 被告是一位美籍律師 在2019年12月7日制止了在地鐵站內發生的罪行 並一直要求使用暴力的人留在原地 直至警察到達 聲明指案中兩人都曾經以中英文 否認自己是警察 案發經過亦有屠人綠下 被告認為 縱使案發當刻 已有 充分證據可以拘捕案中兩人 但是警察依然只是拘捕自己 被告並指在錄口公時 兩人都否認自己是警察 但幾個月後 有其中一人改口 表明自己是警察的身份 被告隨後再聲明 對警方提出多項指控 指警方對他進行非法禁錮 拒絕向他提供溫暖衣服 和醫療支援 將他關在涉事5度以下的機流失 長達數小時 對他長時間審問並剝奪他跟親人 律師 領事館職員的權利 被告更止 控方故意向法院提交 虛假指控 兩個重要的閉路電視片段證據銷毀 其中一方 關鍵證人 更曾經受賄 被告指 自己這次被控只是基於一個原因就是 讓警方尷尬 但他認為讓警方尷尬本身就不是一項罪行 如果基於這個理由就向人民提出檢控 這已經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聲明形容 法院今天的 判決結果在法律和證據上都站不住腳 又指以往同類案件 被告都在等候判決期間獲准保釋 這次裁決顯示法官寫了 基本法 法律 原則 他 並且對於香港的法治狀況感到難過 他表示 將會就著這次裁決提出上訴 又指不會就此罷休 直至獲得公義 我亦不便作出太多的評論 始終法庭判決了 我想他朋友會幫他搞的 直至獲得公義 可能他坐牢就是公義 看看法庭 怎樣 根據星島一報的報導 瑞信研究院發表全球財富報告 香港人均財富以平均數和中位數計算均名列第三 平均財富達 50.33萬美元 約351萬港元 首兩名為瑞士和美國 報導指 2020年全球財富總額增長為7.4% 財富總額達到418.3萬億美元 成人人均財富增長了6% 達799,952美元 拆出新紀錄 本港 去年成人人均財富為50.3萬美元 約391萬港元 按年下跌 但仍屬全球第三 約成人人均財富以中位數計算 亦排名全球第三 人均財富達17.4萬美元 約136萬港元 僅處於澳洲和比利時 香港人真是有錢 昨天匯豐這件事Tony說了 我就免得說 大家的錢 要好好 保存 哪家人能夠信任哪家人能夠信任哪家人能夠信任哪家人不信任 大家自己衡量 今天下午3點56分 西九龍法院大樓來發生傷人案 警方接獲報案子 一名男子於西九龍法院大樓來 持刀襲擊他人 事件中有兩名男子分別左手及右手中刀受傷 警方接報趕至 將涉嫌傷人的男子拘捕 兩名傷者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正在現場調查事發經過 消息指 情空男子因捲入遭無前債糾紛 今天在小額前債審裁處出席聆訊 有人敗訴後不滿以裁決 突然情緒激動 撤然拔刀向兩名 訴訟人施襲 血淺法庭後 超然離去 自法院門外被截獲 那些為錢發生的傷人案 為口氣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另外講單可能沒有人知道的新聞 陳振聰育中表現良好 尿7月3日出獄 結束8年牢獄生涯 偽造和使用虛假已故貿貿集團主席龔如森2006年遺囑 企圖親吞830億元 港元遺產的陳振聰 於2013年7月被裁定偽造遺囑罪成 重判入獄12年 現在 在赤柱監獄服刑 消息指 陳在獄中表現良好案例扣檢三分一刑期 將於7月6日 刑滿出獄 我想陳生 三幾億都還有在 出來 慢慢去歎世界吧 離開香港 報導指 現年61歲的陳振聰2013年被送往赤柱監獄服刑 至今近8年 在獄中一直單獨囚禁負責貼信封的工作 除報讀公康大學的中國文學和香港歷史課程 亦報讀 浸信會的神學課程 據悉 任職風水師的陳 1992年在前議員梁錦浩介紹下認識 龔如森 因龔的丈夫 華貿集團主席王德輝1990年被綁架 龔認為王可能未死 希望可以打聽其人 的下落 兩人開始聯絡陳並為拱 醫治頭痛 兩人每晚見面 關係密切 手中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涉案23歲 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恐怖活動罪 以及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他否認所有控罪 案件今天 在高院嚴重庭審開審 由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兵彭保琴 陳家信審理 道官 開庭便交代有人開庭前在法庭來拍攝 法庭決定報警處理 並特意指示全譯員以廣東話提醒 庭內人士法院大樓內嚴禁拍攝和畫話 控方開案陳詞中引述專家意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含分裂國家的意思 被告當日有意圖煽動他人去干犯分裂國家罪行 警方表示今天上午節目法庭職員報案 指懷疑有人在法庭內 以手提電話拍攝 涉嫌違反簡易治罪條例 執法人員到長京調查後 列作求警調查 並中一名54歲本地男子大署協助調查 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控方續指根據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鵬的專家意見 時代革命旨在推翻舊制度 光復香港暗示港府 落入敵人手中 兩次合兵而言 即使要把港府從中國政權中分離獨立 控方的檢控基礎指 被告有意圖去宣揚政治口號 以煽動他人干犯分裂國家罪行 其駕駛行為亦嚴重危害社會及警員的安全 控方指港區國安法 於去年6月30日晚上11時正式實施 每日下午約3時被告上印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自據的直播 駕駛電單車至灣仔 當時警方在灣仔國主要幹道設立路障 截查往來車輛 被告無視警方指令 先在軒尼斯道東行線突破第一道警方防線 然後 依次在駱鴨道 謝菲道衝過防線 期間有市民歡呼 最後被告闖入 警方在謝菲道 及柯布連道交界的防線 電單車撞到三名警員後 被告變人車分離島地 警員隨即上前拘捕被告 三名警員 分別手腳胸 背部受傷 須送院處理 被告 亦報稱左腿受傷須送院 控封傳召警司譚韻儀作弓 他稱當日 負責帶領 為數約30人的小隊 在中區巡邏 至下午三時 他奉召前往灣仔執勤 他知道當日有反對國安法的示威活動 其後譚與小隊趕到現場後 發現有遇30名示威者聚集 警方逐發出警告 並以除堵路雜物及撲滅火頭 與此同時 譚紫輝小隊在軒尼斯道觸發防線 阻止示威者推進 這是第一宗國安法審訊 好人平安 一節最新的消息 香港航空裁減約700名駐港及海外員工 按勞工法例補償 高管未來半年減薪幅度增至36% 副總經理或以上級別員工無薪假 計劃延長 減薪幅度較大 最終要講講《蘋果日報》 計算上星期的拘捕行動之後 警方國安處 早上 將軍澳再拘捕一名55歲男子 涉嫌串謀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消息指被捕是楊清奇 筆名李平 有份為《蘋果日報》撰寫社論 報章周二仍有刊 在他的評論 他社交平台專頁也有上載 評論文章 警方稱行動仍會繼續 不排除多人被捕 我想大家都一定知道《蘋果日報》 做了明天最後一份報紙 即是24日 會有最後一份報紙 就不做了 那麼 我都沒甚麼好說 不如讀下蘋果這26年的風雨 以下內容轉至蘋果日報 1995年6月20日創刊 社論開宗名義要辦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以全彩式印刷定價兩元 兼附送蛇果搶灘 1998年3月17日辦公室由長壽銀搬至一 將軍澳的壹傳媒大樓 1998年10月 陳健康事件觸發有償新聞爭議 黎智英事後頭版全版廣告公開道歉 2003年5月2日 進軍台灣市場發行蘋果日報台灣版 2008年推出蘋果凍新聞以視像及動畫回界報導新聞內容 2012年8月21日 自創刊已傳的程式附刊豪情版及夜生活版停刊 2013年11月21日 無線電視發表聲明 將蘋果列為不受歡迎媒體 禁旗下藝人受訪 2014年10月 黑勢力動員圍堵壹傳媒大樓 圖左出版 員工自發回報館早人鏈 陣護送報章 印刊發行 2015年3月 副刊大改革 改名為果子 2019年4月 分階段實行 訂閱鍵 開趟網上收費平台 2020年8月10日 數百警員首次到壹傳門大樓搜證 創刊人黎智英被捕後 還押至今 現時仍有控罪在身 2021年6月17日 蘋果五高層被捕 總編羅偉剛行政總裁張叫 紅租起訴及還押 同日數百警員到壹傳媒大樓搜證 相關的三間公司資產 被凍結 2021年6月21日 召開董事會議 表示若 保安局拒絕解凍資金 蘋果將 將在6月26日最後出版 動新聞則 早一日以晚上11點59分為死線 而9點半蘋果 動新聞報導就早於 6月21日結束 6月22日凌晨 蘋果財經網上版在焦點為止以簡短啟示公佈停止更新的消息 當中未有詳述原因 謹稱 敬請各位讀者 見諒 6月24日最後一份蘋果日報 將會出版 希望大家記得去買 最後一份 多謝大家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式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星期二的後備日報 大家留言 我會看 多謝大家 今天到此為止 我看看做不做到幾張圖 給大家在最尾看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FUCK 我懂 em猜 先82 outer 字表 個 担 感谢观看